你们是知道我是漏勺来蹲我的吗 你们知道我是漏勺来蹲我的吗 我告诉你我现在嘴巴 因为你是大发 你是漏勺 我们唱双喉 不知道 没看见 不知道 别问我 到时候告诉你们 到时候告诉你们 到时候 谁见面啊 谁见面 见面谁 见面谁 看到了什么 有的时候快乐 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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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没有 我喜欢图乐乐 哈哈哈 一个爱心 我的手也是个爱心 是爱心 刚刚家说了 如果是见面了 你是一个爱心 你就一直要比爱心 对 我没看到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没有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留言 亲爱的宝贝们 大兄弟们 你们来了吗 哈哈哈 咱们的俊哲晚间新闻回放 又开始啦 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Yoyo 今天咱们的快乐 都来自于昨天夜前辈 黄又明老师的直播 哈哈哈 这场直播 我先放一个高能片段的合集 最后我们一起课啊 真的 真的 对啦 现场全是山人 我觉得大家开心一点 每天熬一点吃吧 大声点 好 大声点 真的很好听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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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一时间给她的这首歌点评了 然后她 第一时间点评了 我给她点评了 然后她还说 你懂什么呀 我是怎么的 还不错 然后她说你买了几张 我说一张 滚 一张 所以某人报销了吗 没有啊 她很抠 她没有报销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这三块钱都不给我报 来姐妹们 哇 去满皮了哈 满皮了哈 大家不要忘记点观 不要玩 刚刚说如果是真的 你就眨眨眼 哇 哪有谁 谁可以做到不眨眼啊 那个说我们说 她名字要贴起来 哈哈哈哈 你看她们好快 你看她们好快 你为什么闭上眼睛呢 哈哈哈哈 因为她们知道谁在厦门 她们都知道 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当然知道 然后她们的问法就 特别激烈 但是你们现在聊天的人 都没有加关注 你们说六边形 什么意思啊 来姐妹们 六边形 六边形 来 什么 那个日本的一个品牌的 不要说了 你不要说了 对跟我没关系 来 鱼粉你吃过吗 对 鱼粉 鱼粉 没有梗吧 没有 鱼粉什么东西啊 那你没有吃过 哈哈 没有梗 她不知道绿豆汤 我知道绿豆汤啊 我经常喝绿豆汤 降火的嘛 但是不知道什么梗 我们也不知道 我很喜欢喝绿豆汤 但绿豆汤什么梗啊 你藏了花絮吗 哎 藏了 哈哈哈哈 你说的好小声哦 我们都听不见 好小声哦 假装没有听见 可不过了 嗯 不付费 看不了 哈哈哈哈 客金客金 是另外的价钱 哦 就是另外的价钱 哈哈哈哈 全是我助理拍的 我的妈呀 我看我的手机里 我助理拍了一堆视频 就是我们在那儿挖的 不能放好 不能放好 约老师就新闻多嘛 约老师当然多了 就是自己拿来做纪念的而已 苹果你吃了吗 他们说他们自己建了个群 绿豆腾 你们自己建了个群 哈哈哈哈 他们自己建了别的 哇 你们这么嗨 你们自己建了个群 做个人包 把我拉进去 真的把我拉进去 我在看你们在里面八卦什么 把你拉进去 会不会结衣表情包啊 这种人 天呐 太可怕了你们 哎 我现在在看你们聊天 因为刚才我这个里面讲课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听过 就刚刚领头讲话的那几个出来 对 这谁见面啊 哈哈哈哈 谁见面见面谁 见面谁 看到了什么 这里呢 有的时候快乐 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我必须知道 快乐 我喜欢 没有 我喜欢独乐乐 哈哈哈哈 一个爱心 我的手也是个爱心 是爱心 刚刚家说了 如果是见面了 你是一个爱心 你就一直要比爱心 我没看到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说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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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留言 黄老师这时播间一看啊 里面这些人全都是浪浪盯的卧底 有没有 哈哈 全都搁拉了 而且还着急懂各种的暗号暗语 配合弹幕一唱一合在那可热闹了 底下全是在那问有没有见面的 哈哈 还有问厦门一夜的 多损啊 这你让人家咋回答呀 而且一看没法回答 咱三人姐妹也有办法 就说见面了 你就对个暗号 好吧 还来迂回政策的 关键是黄老师也不知道是播效心 还是承心的 还针对了一个心 哈哈哈哈 他身边还跟他说 你这不就是对上暗号了吗 确实见了是吧 给黄老师慌的呀 慌啥呀黄老师 是不是把小警律跟你算账啊 哈哈哈 那你也可以跟他们俩算账啊 你看就是跟直播里说的 绿豆汤 苹果 鱼粉 拍戏的时候 黄老师一个也没吃账啊 花絮里透露出来的不就是 这二人世界两位自己吃 哈哈哈 你们听懂了吗 宝贝们 然后还有黄老师跟老婆 对话环绕的那个环节 嗯 有一个小的细节 我没放上就是他跟老婆说 环绕挺好听的 老婆说你果然懂了 哈哈哈 你对你懂啥呀 节目环绕是吗 嗯 然后还有那个 问那个优酷 那个花絮里面那个六边形婚戒的 哎 应该是黄老师没听懂 说啥六边形啊 碰面工作的小姐姐提醒了一下品牌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他一下子就瞄懂了 你们看见了吗 哎 这个不能说 哈哈 这有啥不能说的 酷都放涂了 基本是公开的秘密了吗 哎 嗯 然后在那帮人还让黄老师坚强 黄老师行事坚强啥呀 我告诉你黄老师 这么回事 就是我们都觉得你简直太咋了 距里距外的被小九旅联手霍霍 在直播里还要被咱们震折的姐妹们霍霍 哈哈哈至少被迫害系列呀 所以都让你坚强 先等黄老师一秒钟 但是黄老师 你下回还什么时候直播 我们继续躲你去 哈哈哈 真的黄老师这就太逗了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直播的氛围超级欢乐 而且他真的不只是露勺 这个真的是泄洪啊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我问你们乐到了没 饿到了没 其实严格来说呢 这不是行李箱的后续 而是他俩行踪的后续 老婆的那天直播呀 不是带了好多的行李箱去的吗 然后他行踪就成迷了 前两天呢他发了一个ins 里面的照片是上海的家 可奇怪就在于啊 这张照片并不是现在这个季节照的呀 你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人 穿的应该是棉睡衣拖鞋 啊款式就好像是图片上这种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 但是这个天气肯定是穿不了 这么厚的衣服和鞋啊 所以由此判断 这必定是以前照的 我估计里面照照片里面的 应该是他妈妈 像是坐在那摘菜之类的 那么老婆为什么要放以前的老徒 让人以为他在上海呢 嗯 而且你们在结合那个照片里的 也因元素生活本质有高尔夫和书 还有啥 镜子和狗 哈哈 你们把这几条线索都结合在一起 想想这是不是下文医 或者是堵B月去了 哈哈哈哈 你们明白了吗 好啦 今天的俊哲晚间直播间 先告一段落啦 晚上十点左右将奉上一个非常长的落刻板 你们期待一下吧 爱你们一会见 拜拜 猫猫的